那就是在雲端白板的第15頁 就是這一段 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多了一個 我在FOR迴圈上面 多加了一個所謂的 藍位名稱 因為五個藍位 所以我在上面再加一個 這個 加這個 OK Printer 畢別 所以一、二、三、四 中間它豆點 所以Printer 出來 那你會發現 這樣就很OK了 有沒有 就畢別這一串 現金 然後現金買入賣出 機器買入賣出 OK 那當然呢 最後如果希望存成CSV的話 那不外乎就是固定的方法 固定的招 第一個的話 你要存什麼 比如說你要存一個檔 那一般就是F等於什麼 還記得吧 Open 比如說我要存一個檔 存在哪裡呢 我要存在根目下面 OK 那我就給它一個叫Ranch 好了 然後 檔比較CSV 然後 寫出去的話 就W模式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F 點什麼 點Right 把一個S 給寫出去 最後記得F 點Close 其實固定的 我們現在好像寫了蠻多次了 Close掉就OK了 讓它從記憶體裡面 釋放出來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 第一步是這樣 存檔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因為還沒有建S 所以你需要什麼 建一個S 那這個S的話 一般會寫在回圈的上面 然後呢 先給它什麼呢 給它這個名稱 這個是它欄位 就是把檔案寫出去 一定會先寫上面的那個欄位名稱 然後呢 換行記得反旋線N 因為呢 Printer會自動換行 但是你串接的時候 沒有加反旋線它不會換行 然後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這個Printer東西 一樣 把它串在哪裡呢 串在S裡面 所以S等於S字體本身 就是上面這一串 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Printer裡面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串 複製一段在這裡 然後呢 但是還要多加一個東西 串接一個什麼呢 反斜線N 多加一個換行 因為上面有Printer Printer後面尾巴 一定會多一個 這個什麼呢 多一個換行 然後這個沒有 然後我看一下 不過這邊會出現錯誤 這個錯誤在哪裡呢 串接 它好像 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就不能像Printer這樣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沒辦法 一定要把它串在一起 就沒辦法像Printer一樣 OK 所以如果你是串接 你就不能像Printer一樣 可以換行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是差異 那尾巴記得多加一個什麼 多加一個反斜線N OK 那這樣子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最後把它Save 你知道 所以剛剛其實只有加上 這個第一步 這個都固定的存檔 第二步的話 加上這個s 裡面應該放什麼 就是這個 加上裡面串接的東西 記得尾巴一定要放行 然後呢 最後就把它寫到 這個 range.csv 然後把它Printer一下 沒有錯誤訊息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C碟底下 我是放在這個Python的2021 這邊就有個range.csv 打開看一下 資料有沒有在裡面 如果有的話 那就成功了 有了 OK 所以未來的話 當然呢 你還可以寫個自動化流程 有沒有一段時間 可能算一下 比如說一個小時 自動去抓一下匯率吧 然後呢 甚至你存檔的時候 還可以什麼 把這個檔名 存成你要的那個時間點 比如說幾 可能用什麼 年月日再加上十分 沒有 那這樣的話 以後呢 就在某個資料夾裡面 就有全部的東西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多延伸一個東西 因為csv前面講的比較多 後面因為會用到pandas 所以喔 那個pandas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可以讓你存成 eSale的這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 XX的格式 也就是說啦 將來假如說呢 你現在說 老師我假設我下載東西 我不要存csv啦 我想要直接讓它變成eSale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 pandas的一個 這個外貨 那這個pandas的話 基本上喔 主要 這個它主要在這裡啦 import一個pandas 那取一個別名叫pd 當然你這個spd 不加也沒關係 只是說你那個 物件的名稱會比較長 OK 我們就用pd好了 然後呢 它的結構基本上是這樣子 細節部分喔 請各位 可以參考一下 我看一下 後面喔 可以參考應該是07的 這邊有一個叫 使用pandas 與處理sale 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稍微有介紹一下重點 第一個當然pandas 你要額外安裝 那第二個的話喔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結構喔 它的結構基本上就是 這邊好像沒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圖 或者你們其實可以另外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那個證照考試裡面的解答 解答裡面的第三類 因為剛好下一 後面的部分喔 我們也會講到這個pandas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在第三類喔 剛開始的地方 我有放一個 我覺得比較清楚 你應該看會比較看得懂的一個 一個範例啦 你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們的解答裡面 的第三類的部分 這邊的話 在這裡 有沒有 第三類 因為第三類是考什麼呢 資料分析能力 裡面的話包含這些 存取單一元素啦 存取指陣列啦 聚合操作啦 鎖引排序等等的 那主要用到這個pandas 那pandas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說呢 它有一個 一個指物件很重要 叫data frame 這個data frame 其實有點像試算表 那試算表喔 這個就是說 不過它的這個 又跟你試算表 有點不太一樣喔 這個東西喔 主要你要取得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喔 特別說底下有三個 你可以參考這上面 上面這個圖喔 如果你要產生上面這個表的話 你必須要先產生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data 指的是中間這一塊 第二個的話index 指的是左邊這一塊 第三個是colons colons colons就藍 指的是這一塊 也就是說喔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data frame的話喔 你必須要為給它三個東西 讓它變成它要的一個結構 才可以幫你存成e sale喔 所以好像似乎有點麻 相對的如果你要把它存成e sale的話喔 你沒有這三個東西 很抱歉 沒辦法 其中的話 data的部分喔 它一定是串列 裡面呢 再加串列 也就是說呢 data的部分喔 一定要是二維串列 啊 有點頭痛 其實就二維正列啦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什麼 藍跟列啦 就是 這個外面這個喔 串列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看成所有所有資料 那裡面的話呢 這個就是第一列成績 有嗎 這個是第一列喔 第一列在哪裡 就這裡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那邊號一定是0嘛 這是1 這是2 一字類推 OK喔 然後 index指的是它的 有點像它的ID吧 然後上面這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 這個column 必須要這個結構喔 才能變成一個e sale 所以喔 如果 假如啦 我希望呢 可以把台銀匯率 存成e sale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提供給它 三個東西 如果有這三個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它存成e sale 不過你想說 哇 有點頭痛了 不過 先跟各位講一下 沒辦法 這個是固定結構 如果你可以懂這個部分的話 那後面呢 Pandas 就是 就好處理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 把剛剛第一個 先思考一下 存成CSV 就好 那第二步的話 就是 再延伸第三階段的 這個內容 因為剛好第三階段 有講到Pandas 那Pandas裡面 最重要就是data frame 那data frame呢 你要把它變出 它要的一個結構的話 你就必須 未給它 三個資料 如果你沒有給它 這三個資料 很抱歉 它就沒有辦法 變出你要的e sale 但是如果你給它這三個 它就OK了 那其實也不難了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把剛剛的那個 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以這個來看的話 基本上呢 畢別這個不要 因為呢 特別是 那個data frame 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那個 e sale A1儲存的 那個地方 一定是空白的 就是沒有A1的 A1一定是空的 那column就是 上面這個叫column column的話 藍位名稱 本來應該有五個藍位名稱 但是在data frame的話 只有四個藍位名稱 第一個藍位名稱不見 第二個的話 畢別其實就是index 所以只要把畢別 丟到index裡面去 然後其他資料這些怎麼樣 把它變成data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轉換成一個data frame的結構 如果可以變成一個data frame的結構 就可以轉成e sale OK 所以這個問題 各位思考一下 並且 假設不太清楚 可以參考 那個 我們第三類的那個上面 其實我有個 盡量把那個 data frame的結構 講得簡單一點 其實就是三個東西 那坊間書籍 講得非常的複雜 像奇標最近出了一本書 整本書都在講panda OK 很厚一本 如果你們有在注意 那個 這個 Python的新的書籍的話 你們可以去架上看一下 有關那個 Python的pandas 哇 全部來講這些 好啦 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就抓最重要的部分 那請各位呢 也許先思考一下 台英匯率這個資料 有沒有辦法存成e sale OK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